一个代号ABC的连环杀手 在三个不同地点犯下三起命案 命案地点的首字母分别是A B和C 而三名受害人的姓名首字母分别也是A B C 嚣张的是 凶手每次作案之前 都会给大名鼎鼎的名侦探波罗寄来挑战性 波罗能在凶手再次行凶前将人抓住吗 本期节目 填成继续更新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悬疑集 今天要说的是阿婆的经典制作 A B C谋杀案 1936年8月21日这天 大侦探波罗收到一封匿名信 一名署名A B C的神秘人在信中扬言 要在本月21日也就是今天在A城市作案 想要看看想于世界的名侦探波罗 能否成功破案并抓住自己 这封态度嚣张的挑战信件 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 没有留下任何笔记和指纹以类的线索 波罗收到信件的时候已是深夜 第二天一早 他直奔A城市 果然从当地警方那里获知了一起命案 就在昨天 一位姓名首字母为A的大妈死在了自家小店里 死因是后脑勺受到顿起击打 小店里不仅没有丢失财物 反而还多了一本ABC铁路旅行指南 和一双全新的丝袜 凶手显然不是为了抢劫而杀人 当地警方初步判断是仇杀 头号嫌疑人是A大妈酗酒成性 离婚多年的前夫 A大妈没有孩子 唯一亲近的人就是他的侄女 侄女证实 他的前姑父曾多次纠缠姑妈 并扬言要杀了对方 警方很快就将嫌疑人捉拿归案 但波罗只看了对方一眼 就确认此人不是凶手 案发现场留下的那本ABC铁路旅行指南 明显是神秘人ABC留下的死亡标签 可眼前的这位大叔看上去头脑简单 暴躁易怒 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 根本不像是有能力挑战波罗的高智商犯罪者 回到家里 波罗又收到了第二封挑战信 这次 神秘人ABC扬言要在8月25日这天 在临近海边的B城市作案 面对赤裸裸的杀人预告 波罗赶忙来到B城市 并立即联系了当地警方 警方也不敢怠慢 随机在人多的地方布控 可此时正值旅游旺季 B市又是海滨度假圣地 加上人手有限 警方根本无法看顾到每个角落 果不其然 命案还是如期发生了 8月26日早晨 有人在海边发现一具尸体 死者是姓名首字母为B的年轻小姐 死亡时间是8月25日晚上 死因是被人勒死 命案现场 同样放着一本ABC铁路旅行指南 B小姐是附近酒店的服务员 她的父亲告诉波罗 女儿年轻又贪玩 经常晚归 家里人都已习惯 并没有发现昨晚有什么异常 B小姐的母亲曾经在失去女儿的痛苦中 无法自拔 她表示 几天后就是女儿的生日 自己还买了对方最喜欢的丝袜 作为礼物 两位老人家都没能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 倒是B小姐的姐姐提供的信息引人关注 B姐姐声称 妹妹私生活混乱 经常和酒店里有钱的男客人鬼混 妹妹的男友对此早有不满 两人经常发生争吵 波罗随后找到B小姐男友询问 男友表示 案发当晚 B小姐称要和闺蜜一起到隔壁镇上游玩 但男友怀疑对方是去约会其他男人 于是便驱车前往隔壁镇上找人 可惜一无所获 最后只能心情郁闷地回家 尽管B小姐的男友没有目击证人 但波罗凭借直觉判断 对方应该也不是思维缜密的凶手ABC 接连发生两起命案 警方感到事关重大 便通过报社发布通告 提醒民众注意安全 然而几天后 波罗再次收到挑战信 这一次 凶手预告要在8月29日这天 与C小镇作案 波罗一看日期 顿绝情况不妙 因为今天就是29号 由于这次凶手写错了地址 致使收件日期延迟了三天 现在想要提前预警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等波罗匆匆赶到C小镇时 第三起命案已经发生 死者是姓名首字母为C的爵士 C爵士是在后山散布消失的时候 被凶手用盾气击打头部而死 尸体上也放着一本 ABC铁路旅行指南 C爵士非常有钱 和身患重病的妻子 关系暧昧的女秘书 以及自己的弟弟 共同居住在一栋偏僻的豪华庄园里 秘书和爵士弟弟都表示 案发当天一切如常 没有什么可疑人员来过庄园 经过调查 波罗发现 ABC三名死者之间相举甚远 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 凶手到底为何要杀死这三个人呢 毫无头绪的波罗 将三名死者的亲属全都聚集到一起 他们分别是A大妈的侄女 B小姐的男友和姐姐 C爵士的秘书和弟弟 波罗希望家属之间 能相互讨论一下案件 看能不能找到三起案子的共通点 或者发现三名死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可五个人闲扯了半天 也没能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 波罗倍感失落 第二天 C爵士的妻子将波罗叫到庄园 原来他怀疑丈夫的死和女秘书有关 爵士妻子声称 秘书就是一个小妖警 自己的丈夫死亡当天 他明明看见女秘书跟一名陌生男子交谈过 可女秘书却一口咬定 没见到过可疑人员 明显是在撒谎 波罗随即找到女秘书对质 女秘书一脸委屈地想了很久 才终于想起来 原来案发当天 他确实跟一名陌生男子说过话 但对方只是一个上门推销丝袜的小商贩 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又是丝袜 波罗突然灵光一闪 他终于找到了三起命案的共通之处 A大妈的小店里多了一双全新的丝袜 B小姐母亲声称 给女儿买了一双丝袜当作生日礼物 C爵士死亡当天 由小贩上门推销丝袜 看来这个丝袜小贩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据女秘书回忆 卖丝袜的小贩是一个相貌平平 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 眼镜男个子略高 有点驼背 衣着寒酸 看上去唯唯诺诺 完全不像杀人犯 所以波罗第一次问话时 女秘书才完全没想起这个人 就在案件稍有精湛的时候 波罗又收到了第四封信 凶手扬言要在地城市再次作案 时间是9月9日 波罗立即联系地城警方 让他们提前布控防范 9月9日这天 地城恰好有一场大型赛马会 波罗推测 凶手很可能想趁乱行凶 好在现在已经大致掌握了嫌疑人特征 到时候重点排查赛马会现场 应该会有所收获 由于警方人手有限 波罗和5名受害人亲属 也一同赶往地城 他们和当地警察 一起来到赛马会现场 分散在观众席的每个角落 准备四处搜寻那位可疑的 驼背高个眼镜男 然而忙活半天 谁也没找到目标人物 就在这时 警方接到报案 附近的一家电影院内 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一名男观众被人刺死在座位上 死因是心脏被刺穿 一刀毙命 由于电影院环境昏暗 密案发生时 周围的观众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 而这名死者座椅下方 也放着一本ABC铁路旅行指南 显然 凶手的狡猾程度 超出了波罗和警方的想象 不久 附近一家旅店的老板娘来警局报案 声称 他们店里的一位男房客 形迹非常可疑 最近报纸上 登载了连环杀人犯的报道 所以老板娘很谨慎 据她描述 那位男房客的外貌特征 和嫌疑人眼镜男十分吻合 波罗和警方立即赶到旅店 可眼镜男已经离开 波罗在其居住的房间里 发现了一把燃血的刀子 一箱崭新的丝袜 以及一台打字机 经过警方检验 波罗收到的私封信件 正是这台机器打印出来 而眼镜男在旅店登记的姓名缩写 正好就是ABC 看来这小子必是凶手无疑 谁知 还不等警方发布通缉令 眼镜男竟然主动来警局自首 而且有些精神恍惚 他承认了自己的杀人罪行 但却声称不记得命案细节 原来眼镜男患有严重的癫痫病 每次发病的时候 都会一时昏沉丧失记忆 他认为自己是在发病的情况下 误杀了死者 尽管眼镜男言之成理 跟警方掌握的相关线索 也完全吻合 但波罗总感到事情没那么简单 果不其然 不久之后的一天 一名中年男子来到警局 自称是眼镜男的朋友 因为在报纸上 看到了眼镜男自首的消息 所以才到警局来说明情况 据他所说 第二起命案发生的时候 他正和眼镜男一起打牌 两人玩了整整一夜 对方怎么可能有时间杀人呢 波罗再次找到眼镜男问询 眼镜男此时也表示 B小姐确实并非自己所杀 那晚打牌的事情 他还能记得 但其他三起命案发生的情形 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 眼镜男表示 A大妈和C爵士被杀的案子 他是在看到报纸上的描述后 才怀疑自己是凶手 因为命案发生的地点 恰好和他推销丝袜的地点重合 不过 这些人的地址 都是丝袜公司提前分派给他 说是潜在客户 而那台打字机 也是公司寄给眼镜男的办公用品 第四名死者被杀时 眼镜男也在同一家影院看电影 他当时觉得不太舒服 好像又犯病了 等回到旅店后 才发现 口袋里多了一把燃血的小刀 这才怀疑 自己又犯病杀人了 交代完全部案情后 眼镜男语带自嘲地告诉波罗 自己小的时候 母亲就说他将来必成大忌 可混了一辈子还是穷困潦倒 前段时间 他在打牌时 遇到了一位会算命的牌友 对方预言 他很快就能名扬天下 但伴随名气而来 不是财富和幸福生活 而是绞刑 没想到 对方的预言 竟然就这么应验了 眼镜男的一番话 让波罗若有所思 他让警方问询了 眼镜男所属的丝袜公司 结果被告知 丝袜公司根本没有雇佣过 眼镜男这号员工 更不可能给他寄什么打字机 将手头的所有线索梳理一遍后 波罗终于想通了这起案子的真相 第二天 他召集几名警察和所有被害人家属 开始得不得地结实真相 波罗首先告诉大家 眼镜男不可能是凶手 因为对方既没有胆量 也不够狡猾 更不可能聪明到策划这么复杂的案子 另外 毕小姐被杀时 眼镜男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这个倒霉蛋 只是凶手找来的替罪羊而已 陈兄就是那个跟眼镜男打牌 预言他会名扬天下的人 这个人借着打牌的机会 摸清了眼镜男的性格和病情 随即决定 利用这样一个脑子不清楚的人 来完成自己的谋杀计划 凶手先是假借算命之名 给眼镜男以强烈的心理暗示 接着以丝袜公司的名义 雇佣了眼镜男 然后给对方系了一台打字机 在此之前 凶手已经用这台打字机 打好了给波罗的起风挑战性 之后 凶手又给了眼镜男一份客户名单 让其挨家挨户上门推销 这样就会留下眼镜男 到过命案现场的线索 凶手只要跟在眼镜男身后实施谋杀 就能将杀人嫌疑 完全推到这个病号身上 那么问题来了 凶手如此大费周章 设计连环命案 并嫁祸给眼镜男 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答案是藏业于零 用一系列命案来隐藏其中的一起命案 想通了这一点 只要在几起命案中 找到对某个死者 有明显作案动机的人 大概就是凶手了 或者说 能在命案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人 很可能就是真凶 第一名死者A大妈 平时也售卖烟酒为时生计 没什么钱 他的侄女 不可能为了这点微不足道的遗产杀人 第二名死者B小姐 只是个普通家庭的孩子 杀他根本无利可图 至于他的男友被绿的事 反正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真要为这点烂射杀人 对方早就动手了 第三名死者C爵士 由一笔巨额遗产等待继承 爵士没有子嗣 老夫妇两亿死 爵士的弟弟就是唯一的遗产受益人 所以爵士弟弟就是凶手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前两封信都没有记错地址 反而第三封信写错地址 延误了收信时间 因为凶手要确保自己万无一失 有时间从容杀人 面对波罗的指控 爵士弟弟立即反驳称 自己根本没必要杀人 大哥大嫂都已年迈 更何况嫂子还身患重病 即将不久于人世 自己只要静静等待 就能继承遗产 何必冒险杀人 而且第四起命案发生时 他也在赛马场帮忙 寻找嫌疑人眼镜男 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波罗听完这无力的辩驳 胸有成竹地表示 就是因为爵士妻子重病 爵士弟弟才迫不及待地想要动手 因为嫂子一死 爵士马上就会迎娶年轻貌美的女秘书 而等待多年的弟弟 到时候将除蓝大水一场空 至于作案时间 当时所有人都在人群中搜索嫌疑人 爵士弟弟完全有可能 趁乱离开赛马场 等杀完人后 再赶回来和大家会合 至于他为何知道眼镜男在电影院 道理也很简单 眼镜男的一切行程 都是爵士弟弟以斯瓦公司的名义 提前安排好的 他可以轻松找到对方的住处 并确定对方的行踪 在电影院杀完人后 又顺手将凶器塞进了对方口袋 听完波罗缜密的推理 爵士弟弟终于有些慌了 但他还是强作镇定地表示 一切都只是波罗的推测 根本没有证据 波罗微微一笑 淡定地说道 如果你不是凶手 眼镜男收到的打字机上 怎么会有你的指纹呢 爵士弟弟一听这话 吓得仓皇而逃 但很快被现场的警察制服 他不知道的是 波罗根本不知道打字机上 有没有他的指纹 故事的最后 真凶被抓回警局 无辜的眼镜男 则被无罪释放 跟我们前几期解说过的 《谋杀启示》 《葬礼之后》 《死亡约会》等 Apple作品一样 ABC谋杀案中的凶手 同样机关算尽 布下了一个奇鬼杀局 妄图在杀人之后脱罪 这部作品中 以谋杀案来隐藏谋杀案的结构 后来被很多其他小说 和影视作品借鉴 比如我们此前解说过的 日本推理巨匠 东野龟舞的假面饭店 受到了这部小说的影响 而我们此前解说过的 戏剧可可神作《迷魂记》中 凶手利用主角致命弱点 设计超完美谋杀案的创意 似乎也受到了 这部小说的启发 好了 今天故事就到这里吧 喜欢更多悬疑电影 和Apple作品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